大家好 我們是電影大稻埕 今天我們來到馮甲夜市跟大家見面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馮甲夜市 開要祝我熱情的大家 我是鄭鄭 我在電影裡面是黑貓兄弟的弟弟 大家好 我是番薯 我是黑貓兄弟的哥哥就是黑貓 今天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現場還來了兩位美女 相信剛剛大家在一路過來這邊的路上 都已經看到了 是誰呢 還有呢 還有呢 不夠大聲也不夠大聲 不夠大聲 一 二 三 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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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要打個招呼吧 哈囉各位台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誰呢 很開心在這裡看到你們 好 隨旁出場之後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位美女 大家知道是誰嗎 解敗叔 大聲一點 解敗叔 解敗叔 歡迎解敗叔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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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解敗叔 今天我們來到了 今天我們來到了風甲夜市 看到我們桌上擺了非常多那個 風甲夜市的美食 是 我也有點忍不住 可是在試吃這些美食之前 我們還是要請隋唐哥 曼叔幫我們介紹一下 大稻埕這部電影 就是有沒有什麼 最值得大家去非看不可的一部電影的理由 好嗎 然後跟大家推薦一下 電影大稻埕 我先介紹一下我的角色 我在一九二零年代 是一個紅牌的藝旦 名叫阿蕊 那我想 你們可能不一定知道藝旦是什麼 那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藝旦呢 你們想像 像是現在的偶像明星一樣 他們要會創歌 會跳舞 還要辦簽名會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 那這部電影呢 真的希望大家一定要進電影院看 因為這部電影告訴我們 我們是怎麼來的 一百年前的大稻埕 其實跟現在這個完全的不一樣 但是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進電影院看齊喔 好 謝謝班主 那接下來一起追討 好 大家好 我在大稻埕裡面是飾演 也是古人 我是一九二零年代 在大稻埕經營裁縫店的阿淳 那我覺得大稻埕一定要看的原因是 以前你們可能在別的電影裡面 都看到朱大哥 朱格亮大哥 是在搞笑的 但他現在在大稻埕裡面 他真的很認真在談戀愛 那你們會想看他談戀愛嗎 想不想 想 因為是跟我喔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 這個朱大哥非常不同於 以往的一個演出 很值得大家欣賞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各位 麻煩各位播空 聽一下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在電影大稻埕裡面呢 飾演的是 黑貓兄弟 是 那我們在這個劇中呢 飾演的是比較 1920年代 當時的一個年輕人 那怎麼樣推薦這個 大稻埕是非看不可的電影呢 就是說 穿越到你去看了電影之後 你會跟我們一起 穿越到1920年代 看到當時的年輕人做的事情 他們的想法跟他們人生的目標 跟他們在努力完成的事情 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非常適合 現在時下的年輕人 可以好好的進戲院來品嘗一下 真的真的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更重要 要進戲院看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想要看對 就是非常可愛 或是非常活潑的雙胞胎的話 對 在電影大稻埕裡面 就會看到黑貓兄弟 不好意思 他們完全沒有在聽我們說話 對 完全 都在拍他們 不好意思 兩位 可以麻煩你們幫我們拉個票嗎 你們講他們才是 他們可以拍照嗎 沒有 其實他們兩個 真的是非常可愛的一對方 真的 他們其實是雙胞胎 相信嗎 對 相信 對 其實我們在戲裡是 那個隨湯媽媽的 小孩 小孩 誰要相信你們 誰要相信 可以不要嗎 所以2014年最要看的電影 是什麼電影 大稻埕 最好看的賀歲電影 是什麼電影 大稻埕 大稻埕是幾號創音呢 十月三日 好 那我們最後來一起喊一下 口罩中我們就來試吃我們的美食 好 我們的口號就是 來看大廚店 今年一定贏 來 預備 請 來看大廚店 今年一定贏 謝謝大家 那我們在試吃這些美食之前 我們先請到逢甲夜市的林主任 為我們介紹一下 歡迎林主任 掌聲歡迎林主任 大家好 我是歡樂心的林主任 大家好 今天很有榮幸 我們歡樂心有請來大稻埕的兩位女主角 隨唐跟簡飯豬 那在他用這些美食之前 我 他們 要不要先看一下 這邊有哪些美食 你們有最感興趣的 一個人選個三樣 我幫你們介紹一下 他是選三樣的 可是吃藥全部都吃 這很美味 超大吃的 那油魚看起來超大吃 又是地瓜水 憤怒大油魚很冷 天氣那麼冷 好 那我們簡派出檢查的 選一個 比臉還大的憤怒大油魚 來 這邊偷打一下廣告 就在樓下 大家等一下下樓轉角可以直接買 來 給大家拍照一下 來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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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大的 超大的 慢速的臉還大了 你哪裡 還是比我年少 還是比我年少 那他能要選什麼 他還要瘋掉 超大的 超大的 還要吃 果肉 還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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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覺得他選的是 斯大夜市儀 對 在我們這邊有分店的 對 在我們這邊有分店的 冰火火龍魚 哎呀 太快 他一樣還是要給大家拍照一下 要不要現場咬一口 讓大家拍照一下 這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現在在拍我新的電視劇 然後我就在斯大夜市開 我肥肥不在吃他 結果我現在還選他 看我有多愛 你現在吃啊 你現在吃啊 你先躲開一下 我們先躲開一下 大家不要吝嗇你們的相機 盡量多拍我們兩兄弟 好嗎 沒有關係的 我們OK的 好不好 我們能這 中間是誰 來 來 這裡 這麼難得的機會 電影帶到城市 來為你們值得 今天先生 逢甲夜市跟大家 近距離接觸 希望大家 1月30號 真的可以 撈地底之後撈他 然後 好 好 麻煩謝謝大家 那您覺得我們要繼續嗎 我覺得他有興趣 真的嗎 有一點他給猜是什麼 我猜是想猜的 你先喝一口 喝一口猜看看 是什麼 他是 紅瓜腸 不是 他裡面有一粒一粒 有一粒一粒的 有一粒一粒的 青蛙下大 不是不是 他是我們 現在號稱最有名的 平民的燕窩 喔 他叫做黑木耳之 喔 對 只有黑木耳之下去熬煮 所以對身體還有 其實他都會有幫助 這也算是 新一代崛起的 非常 平價良好的 健身保健食品 是不是 我們其他概 我是沒有研究過 天氣很冷 我看這兩鍋 就 是 人間有眼光 他們算一組嗎 他們算 也可以 如果你喜歡 對 好好好 那我選擇火鍋 好 那是我們歡樂心 最有名的 歡樂心小火鍋 歡樂心小火鍋 他不只有這樣 等一下下去 你會吃到更多更好吃的 好好配料 期待 期待 主人要不要把這些 全部還沒有介紹到的 都把它介紹一下好了 讓來風假玩的朋友 也可以就是待會知道要去吃些什麼東西 好啊 那各位 歡樂心的朋友 我幫你們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歡樂心 還有有名的雞翅包炒飯 雞翅包炒飯 是這個東西 雞翅包炒飯 對 對 這個 這個嗎 對 沒錯 雞翅包炒飯 對 有炒飯 而且它是那個 三杯口味 炒飯是三杯的 就在我們大門口 就在我們大門口 沒錯 最有名的就是它 好 接下來是我們這一個 賀磨雞排 因為它夠大 而且酥皮 而且它夠厚 然後它搖起來那個 鮮嫩骨子 鮮嫩骨子 還是你要示範一下 還是我們請 正正示範一下 吃完之後給我一個二十秒的 短解說 雖然我最近在減肥 但是 我還是要 不要 沒關係 那我就吃了 各位 轉邊 轉這裡 讓我看看 好 好 就是現在這樣子 我們就到這邊 我們就來 當我們開始 講解或是吃完吃的時候 就是 漫師跟隨人開始拍照的時間 對 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 林主任 就稍微分割一下 他們兩個負責拍照 我們就是順便講解 然後由我們兩個負責吃 我後來發現 這是最好的方法 你們說好嗎 我們吃 你們拍 你們拍完之後 等一下再下去吃 好 好 那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就是五分鐘 好不好 五分鐘 最後五分鐘 好 林主任我們繼續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跟他們換個位置 好 他們拍照 我們 我們這邊介紹 我們那個美食 有這麼厲害 這個叫做什麼名牌 這是我們可樂燒草的 黃金蛤蜊 黃金蛤蜊 看一下 每個都很肥很大 肥美 這真的很急事實 看一下可樂燒草的 黃金大蛤蜊 我覺得你們拍照也很累 嘴巴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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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我們 我們不能做到最後 我們頂多讓他拿一個雞翅給你 有人想要吃雞翅包炒飯 來 竹寶隊 誰 誰 不然由我們兩位女主角來選 我們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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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大家小心 千萬不要追蹤 再次提醒大家 因為這邊是二樓 這邊是二樓 這邊是二樓 我們就有這麼多人 如果大家太激動 我們等一下一起去一樓 就不太好了 那我們把握最後時間 我們最後一分鐘 請大家盡量捕捉你們的鏡頭 來來來 我們先看右邊好了 先看右邊 把握過了就沒有了 好 好 我們就換中間 好 換左邊 非常非常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願意來到二樓的這個公眾廣 來支持電影大稿城 請問大家 1月30號要看什麼電影 大稿城 太過大隊伍店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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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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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